大家好,欢迎来到杨阳说史 在封建朝代,皇帝代表了最高权力,他拥有生杀大权 还有最让人羡慕的就是有三宫六院,后宫的三千加厉了 但是这么大的皇宫就只有皇帝一个男人 所以勾心斗嚇也会非常严重 在电视剧里经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 是将某某打入冷宫,永世不再相见 所以当妃子失宠被打入冷宫时 那些妃子以后的生活过得就十分凄惨 冷宫里的妃子大多都是做错了什么事 虽然没有允命 但是进入冷宫就意味着他们一辈子就要生活在这个房间里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这种没有希望的日子对人的心里是非常残忍的 冷宫对于妃子来说简直就是地狱 他们的生活就像噩梦一样 失去了吓人的照顾 没有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是在妃子进入冷宫后 很多太监都会抢着去伺候他们 为什么呢 首先 进入冷宫的妃子失去了地位 对太监而言不再是高高在上 妃子们喂了一口吃的 还必须给太监很多金银来拜托他们 既能赚到钱 还能不看别人的眼色形式 这特于太监来说是非常乐于去做的事 如果有妃子再度被皇上宠幸 那么自己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 对于太监来说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